哈喽大家 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补一下这个 手帐的拼贴内容 其实很少在视频里面给大家展示我的这个拼贴 现在广东这边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回南天的状态了 然后它就是整个湿答答湿答答 其实我有两页的拼贴还没有补完 除了这一页以外 还有这个画到一半我也是没有补完的 这支笔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 给大家看一下 拼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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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段下来 刚刚好放在这里 之前我的手帐内容全部都是画画画画画画 但是好像也有小伙伴对这个拼贴还挺感兴趣的 就出一期拼贴吧 像我的拼贴技术非常的烂 我都没有关系 搞一个什么呢 其实我感觉贴一个白色的纸的底 然后再去贴这个会更加好看更加显色一点 但是其实懒啊 太懒了 这里再加一个什么东西吧 很多宝贝说这支笔 这支胶谁笔 为什么不出胶 其实不是的呀 其实你们可以这样往下摁一下 然后它就会出胶出的很流畅了 可能有一些宝贝们缺少了这一步 所以它会有一点 那啥 那这里再贴一个小的装饰的东西 找找有没有 找找有没有合适的素材 我通常会在我的空余时间画一些有的没的小东西 然后如果说找不到素材了 我就会从我画的这些当中去挑 然后它就会很快速很方便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写文字了 然后这两张贴纸真的很好用 写文字的笔 其实我就是用平时习惯的 这个墨水会稍微好看一点 这种笔写一个空心字 稍微的加以装饰一下 圆珠笔真的很万能 又便宜又万能 还挺好吃的 这个墨水是 那个叫什么 鸵鸟的 但是它有一点不是很防水 这只还是别买了 大家就是鸵鸟的墨水不是很防水 还是买点别的吧 主要是它还有一点味道 你们知道吗 就是它闻起来会有墨水的味道 味道会比较大 如果说对味道接受度不是很高的 小伙伴们可能这只的话没有那么的 用起来没有那么舒服吧 那我记一下这只笔的实用感受 嗯 还不错 但是 还是太尖了 所以自己修剪了一下 还不错 把剩下的 不透明 画完了 拖了半年 对真的 那幅不透明 我在这剖个图吧 这幅不透明的话 我拖了半年 我还没有画完 嗯 嗯 这个就记今天 做的事情了 不行 这个用黄色肯定很好看 然后用红色 然后换一个蓝色的星星 我写手帐就是边画边写边画边写 快递 拿了 吃了 好多 这边的话 我一般是概括 也算是一个概括吧 就比如说我会圈一个圈圈具体讲今天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去 拿快递了 然后我会在下面描述 就比如说 嗯 今日 拿 快递 的时候 去 喂 楼下的咪咪 又遇到了那个好心的阿姨 和她聊了好久 打了 一个 人像 最近在列人像 OK 好了 这一页就补好了 稍微 用这个圆珠笔吧 别的笔不想拿了 圈一下我的这个关键词 你看我就是非常的随意 不含任何的技术 刚好 就是圈一下 这种关键词 还有老妈不在家 哇 开心 没了 OK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这里再来一个黄色的吧 再来一个橙色的吧 剪了一下 就是种关键词 我会稍微的圈一下 它就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而且你能知道自己的重点在哪里 然后这一页的话 嗯 拼贴怎么贴呢 再来一个红色的 跟这个红房子去 搭配一下 然后还有什么 看一下桌面上还有什么垃圾 可以贴起来的 没有什么垃圾了吧 这还有一个小人 哇 这个小人跟这个绿色的 太配了吧 跟这个绿色的房子 太般配了 把它贴上 请去闷着春风 追着我吗 请去闷着 我甘香是你吗 其实我很爱这首歌 粤语的 然后 我的微信的 那个打电话的那个铃声 就是这首歌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 这首是什么歌 之前在抖音 反正哪个平台 也是火锅 这个贴纸 就是我手头上的这个贴纸 其实是买 买本子的时候送的 我没有买这套贴纸 它是一个试吃 就是一个赠品 但是突然间拿到手 发现 它跟我旁边的这个绿房子 非常的 完配 再过来一点点 喝得最新 它不是刚刚更新了这个线条小狗的吗 然后我就喝了一杯 哇 这个真的很好看 这个真的很好看 然后它还有一款是热饮的那个杯 那个杯 我也觉得很好看 明天再去买一杯 是的 明天再去买一杯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那个线条小狗的袋子 被我做成了这个TN的本皮 好看吧 你们看 它是一个线条小狗的袋子 然后被我做成了这样子 啊 好满意啊 好喜欢啊 TN它有配 瑞兴它有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它的袋子 刚刚好可以做 TN本子的一个手帐 配TN半子的一个粉皮 我在说什么 OK 给你们展示完了之后呢 就开始继续 补我们的东西 这边的话想再加入一个 长条形的 两千 绿色 嗯 太多绿色了吧 这个吧 哦 这个太闷了 不好看 黄色 这个 嗯 也可以 这个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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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吧 撕掉 太长了 哦 这样贴在 这里 然后这里再贴一点小东西 装饰 其实我拼替还蛮随缘的 就是我的桌子上出现了什么东西 我就会顺手把它拿起来 然后贴到我的本子里面去 我贴出来什么效果 取决于我的桌面上有什么东西 或者说我突然间想到了 什么东西 我就会用上 但是这个色系呢 我是会去搭配一下 就总的不能说是呃 就真的就是乱来 那个色系的东西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我喜欢这个 我就是想把这个贴到这里来 看到没有 这个花花 我冰了它很久了 这个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 这个花花真的很漂亮 喜欢 然后把它给盖起来 带回去 其实如果说你们嗯 就是拼贴的量不是很多的话 呃 大家去买那种分装就足够了 一开始我也觉得可能是不是分装不太够 但是写到最后发现其实都是够用的 买个暗紫色去搭配这个锐形的 贴在哪呢 贴在 这吧 啊 嗯 后悔了 嗯 下来点 ok 啊 不这样吧 在这里 哦不不 现在这些吧 今天 这个 是 5号的时候 拿到了新的笔 忍不住画的 主要是想试一下新的笔 ok 然后换一只比较温柔一点的 我这里给大家推荐一只颜色真的超级温柔 我摆用不腻的 我给你们拿出来看哈 这个是成光的 一只米飞的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你们去截屏去去呃买吧 因为我我我我没有那个呃链接 我也没有那个啥的 你就这样喜欢就截屏买 我这个它写起来就是真的很温柔 它不会很抢劲 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颜色 写在哪 写这吧 哦等一下等一下 哦哦写写写写写写写吧 这个小房子 是一个小红书上的素材图 很好看 画了下来 你看它这种颜色就非常非常淡 它不会像是我们平时用的棕色墨水一样 它就是那种很温柔 不会抢劲 但是它又会给你提供装饰文字的那种作用 因为它的文字它也是需要一个排版和装饰的嘛 你看我就是参差不齐的 就是本来我可以写的好好的 但是我会把它稍微分布一下 它也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 所以就是这支笔 我还蛮喜欢的 说实话这支笔我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还挺好用的 这个有一点不是非常的好看 再加两笔 其实我上色的工具我是看心情的 就是手边有什么 有上什么 如果我的颜料刚刚好拿出来了 我就会用颜料去上色 如果我的颜料没有拿出来 那我会用其他的媒介给它上色 有什么丙袭马克笔啊 彩签啊什么的 都会用 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上色工具 今天去买了花送给妈妈 每个月的固定节目了 开心 花花还是唯一一盆粉色 被我抱回家了 哈哈 然后再用一个这个颜色的笔 去记一下 还有什么呢 今天发生什么呢 对对对对 买了 瑞欣 很不要脸的问他要了一个袋子 就可以做一本 天本皮啦 开心 还有一个大的没有做 然后上面的话 我大概会写什么东西呢 我会写 在这里写上 红色的 红色的 写上今天的一个日期 今天是2024 3月6号 回南天 好潮 这里 再写一点吧 上了不想写了 这是个装饰的作用 买了花 新本子 又囤了两本 新的本子 好好画哦 本子的封面也很好看 可以用很久了 OK 然后下面再贴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什么贴什么 贴这个粉色吧 跟这个去匹配一下 然后再贴一个黄色的猩猩吧 也是跟这个底色去搭配一下 OK 好 然后这个绿色 贴这吧 红色 这吧 OK 好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内容 就完成了 就是我的一个平时 补手状的内容 对 圈关键词 我就说为什么今天 这篇没有什么关键词 每个月的固定节目 忍不住画的 还有圈一个绿色吧 还不错 打个小小的勾在他后面 好 完美 完成 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是不是 爱你们 我要去吃饭 我肚子好饿 祝你们天天开心 天天都能 有新的事物发生 能够让你有一个灵感 去记录生活 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 爱你们 祝你们吃饭饱饱 睡觉香香 拜拜 咱们 在那里 我们下期见